主动和媒体打招呼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心情看起来很不错 悼念王妻林淑炉 七十一岁明蛋 一早现身三峡爱务员 七十一岁的明蛋来这里 给他祝福 非常感谢 把一些礼拜天的早上 非常感谢 妻子曾欣宁一席讨粉丝的风衣 低调现身一如往常 和郭董同行 而对公投案结果出炉 四案都未过关 他唯独对能源议题提出看法 不管最后 人民是用什么样的思维 来做这个决定 但有一点 我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明年是一定缺电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明年是一定缺电 工业也会缺电 家庭也会缺电 那么既然大家就做了一个决定 那大家对位缺电 将来就不要埋怨 断言明年会缺电 要民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但看看今年台电公布的 倍准容量率达15.5% 表示没有用电危机 明年更可以提升到17.1% 更高于法定标准 我们从2022年到2030年 几乎每一年都有大型的 发电基础上限 只要是地方政府跟各界 能够支持台湾的电力建设 我想我们应该都是可以 稳定供电的 这些应该没有问题 尽管用电量随着台商回台投资 加上车辆电动化 用电量逐连提升 但经济部也强调 未来将新增民营电厂 也会提高现有两座 天然接收气阵的 供气能力 要工商界 别担心 三里新闻 余德请问雅婷 SNG小组新北报道 另外来看看 这也太恶心了吧 在新加坡有一名女子 最近到了饮料店 她去买了一杯珍珠奶茶 结果吸一吸吸到第三口的时候 她就发现怎么吸不上来了 那结果打开这个杯子一看呢 竟然是一条乌宫的尸体 竟然她感到是非常的恶心想吐 尽管呢 这个店家表示说 愿意再陪她一杯 但她真的还是不愿意啊 所以呢 她就气得一壮 告上了新加坡的食品局 另外来看看 有民众说 她最近到一间咖啡厅用餐 结果就莫名其妙被虎头封钉 她当下就跟店家说 那对方只问她说呢 要不要帮你叫这户车呢 但是没有要赔偿的意思 让这位消费者觉得是非常的夸张 还发文提醒大家说 以后去那间店大家要小心哦 不过现在也有其他网友很理性 跟她说 其实这不是店家的问题吧 还问她说 要不要对虎头封提告呢 另外来看 相信很多民众都遇过 家里啊 可能是马桶 或者是水管堵塞等等问题 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 最近在中国有个民众 就因为家里面的马桶堵塞 长达了一年之久 所以呢她就找来了水电工来维修 没有想到呢 这个水电工竟然发现 在她家马桶里面 竟然藏了一条大鱼 那这工人就推测说 可能是因为在厕所旁边 这间店呢 旁边是有养鱼 那鱼可能是在无意之中 钓到了马桶里 所以才会砍